不只把一整艘的救援船搬進館內 甚至還有俗稱船舶黑盒子的船載航程資料記錄儀 及現在已經很難看到的滅火槍 與求生用自然燈等貨櫃輪相關設施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有點像手槍的方式 它其實是手槍型的滅火器 那現在其實船上已經沒有再使用這種滅火器了 那它主要其實是透過裡面的一個高壓的方式 把這個水柱給噴出來 有點像是我們在玩的那個玩具艙的概念 好 那旁邊這個東西是浮焰信號自然燈 就是說當我們今天發生一些傳染的時候呢 把這個東西就是丟到水裡面 它就會自動發亮 那就是做一個燈光的方式的一個警示就對 那通常它會繫在我們的救生艇的旁邊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個駕駛台當即時程錶 那這個也非常特別喔 那因為火鍋人它是24小時航行 所以它在駕駛台一定要有船員這邊在做當職 那通常呢它一天會分為三班 八個小時之後再分為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的兩班 那通常都會有一個資深的船員配一個資潛的 比如說我們的船長就會配我們的三副 那我們的大副就會配我們的水手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裡是位於基隆的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從去年十月封館整修後 館方無懼疫情耗資千萬改建 今年八月重新開幕 要看一些樂聽的方式 一些動畫的方式來解釋這些 可能大家覺得平常會覺得比較深色難懂一些知識喔 那在最近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對這個海運主題其實也是算是 也在一個樂度上也相對的了解嘛 那其實我們一直希望說把海運跟我們生活 能夠把這樣的關係跟緊密關係 帶給各位的朋友 因為事實上大家知道說 其實整個我們現在家所謂生活上 所有那些物件有70%都是來自於 海運的這個交通運輸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比較輕鬆的 比較活潑的比較圖像方式的展程方式 來讓大家更加了解這個主題 還有光雕區的AR運輸體驗等嶄新互動設施 呈現與以往不同的展場風貌 亞美海洋文化術館8月重新開幕至今 已經舉辦多場夏令營活動 配合防疫需求 目前館方採取線上預約 每天開放4T次 每T次參觀人數限額15人 想要來一場豐富生動的傳播之旅 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 張其燈 金融報導